這個小圈紅胎他載去是對平東的鵝鵝鵪來停留 有個隨便回去海淚 這個有名的觀光地點 昆廳大街 都有替廚去找下來 這個汽車是倒幾百 另外也有水塔跟空房也都是外國起刀 在地人是說不必看過這麼危險的紅胎 如果萬洲兩百塊的是有電火條倒去 作成萬多貨失電的財政 現在台電是趕快來唱歌 不停留下 不停留下這樣 鐵圖開始不在 最後整個改替 鐵片是押到整四個 消極紅胎嚴重升等台灣南部 庫廷大街撤過不斷團出財政 民眾都會把鐵片刷開 變成財政口袋 另外一邊的店頭 早上光景點面看 如果十五倍的整個變過 變也落去 老闆的民宿是很難看 只能夠光景唱歌 說沒看過這麼強的紅胎 這太誇張了 是最嚴重的 這從來沒有這樣過 庫廠大街整個行行會會 所有的店頭都沾停營業 路人幾百倒去的歐洲外 水踏跟落去的工廣 有明天的彩風車 在有工廣帶著 有家室就像躲在的路面 經過不少的颱風來 這一次就可能撲不住了 船上去由風扇回去 站在路面 車沒辦法通行 有十四位民眾穿出一條路 你是大業的 可是應該可以下了吧 你是幫忙 幫忙的 往山上去 要去山頂保路的路 因為很多船上去 全保路都不通 你中央有村民不能出門 船上弘胎沖洗臺灣 在行村地区帶來十四劑 以上的恐慌 萬一九平七斬 也撿到十七劑的順風 中央起上訴表示 弘胎再起八點二十分 為冰島孤蘭拼入臺灣 以後又隨便去海面 受到地形的影響 弘胎的結構 更重新整理 人家平村萬一二空空管道 幾百電池台灣都倒去 影響起臉的用電 停電的人家處持續在增加 至少有一萬兩千豪以上受到影響 在電環境派人去修理 記者 綜合報道